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个小鸟悟空在布罗利的关卡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这一次就打算把它给拿来这个Cellermax的关卡用一用啦 这边的话连接是稍微有链的一些些啦 不过武器武器这样子吧 还是非常的慢 完全不会省啊 为什么 好啦 就队伍这么个样子直接出发吧Cellermax 看能打到什么地步就什么个地步啦 咦 讲真的 蛮衰小的 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 北极大的话就让它去 去走吧 随意去走 尽量不要让它开到必杀会比较好 OK 然后这边就过渡一下 OK 悟空 轻轻地摸一下就好 不过两位红神都跟悟空在下一轮一起出现 就有其中一个红神可能没办法做到太多的蝶攻防啦 应该是让好友的财星 转过来跟红神悟空一起吧 OK 水啦 比克 轻轻松松吧 啊 三前了 杀哥没 这个比克 没开路喔 没开路就这么可以硬扛了 死马了 我这个神兰达其实蛮让人烦的 怎么说 就是 不希望他连击的时候他硬要来这边凑一脚 你这样一直连击 你要我怎么办 我这边也需要开必杀的呗 我后面这边要叠的呗 呵呵 那几开呦 OK 普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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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全卡 然后 617万 那输出方面 看数值啦 没有很高 然后我们体感上当然也没有像 克拉逆强那边这样狂暴 一次打一次打一次打这样子 可是悟空就是强在够稳定 然后可以帮忙卡一号位 尤其是在他作为 红神双人的队员 去中年红神双人队员的时候啦 他可以帮忙红神双人扛在一号位 而且连接上面可以连到五条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没得说了啦 非常非常的优秀 重点就是可以帮扛一号位 而且是相当的稳定 在大部分的关卡上啦 应该都可以扛得住 OK 20%的减伤 这边是必须让他 动到的啦 北极大如果没有开到必杀的话 被那个全体攻击打会掉血 蛮痛的 OK nice 是 而且打他也打不痛 这个是最棒的地方 打他打不痛 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 悟空 多疊一点点 下一轮 好好够啦够啦 Enough 这个我们的Piccolo-san 绝对是安全的啦 完全不需要担心他 硬棒棒 真的是硬棒棒 超级无敌硬的 OK 悟空方面 我这边就不让他去被先攻啦 因为被先攻的话会有 还是会被先攻 阿叮 买呀买呀 都没有办法的 因为全体攻击的话 因为我想说如果没有被先攻可以不触发全属性效果发群 这边还是触发到了 哇这个B杀 这个真的是错误的决断啦 我应该要让悟空去抗一耗一才对的 反而 现在导致我的血量被压下去 那 对呀 算啦 至情 你至此 没法度 哈哈哈 哈哈哈 OK 连击 防御力 拉上来啦 攻防 这个是第四下连攻 武功了吗 应该说第四下必杀 攻防跌了四次 嗨 最后远的一个普攻是太有够干的 连击连普攻出来真的是会让人很别松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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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纳斯 这里加 755万 嗚呼 死了 啊 死怕 外波回攻 OK 北极打绝对不要哦 OK没有没有连没有连 好事 嗯然后这边的话 喔 喔 OK 9个猪 20%的减伤有料 好友这一场现在是第一下第一下的必杀 然后打到后面那后第三阶段的Cellular Cellular Max那边不确定能不能顺利 蛮担心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下一轮下一轮进场的话 悟空的 悟空的那个复活应该是出发了 因为现在血量是低过的 嗯 嗯 主动技我就不开啦 主要就是留给 下一轮复活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啦吼 他有高确立的会心嘛 到那个时候才来开 开 那么这一边的防御力现在是因为有比克的存在 31万也不知道扛得住普攻没有 因为没有全属性guard 其实还蛮危险的 现在行きます 而且血量才30多万 20多万 我靠 刺必杀硬刺 看下这个硬刺必杀大概扣多少血喔 167万 没有感到真的是痛口 OK来复活啦 可是就来到了下一轮 这边的话老实说还蛮危险的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这个样子 两颗红族 都是兩顆 那麼這樣子好了 這邊的話肯定是要回血啦 蠻擔心這一輪是撐不過去的 要別啦 這個樣子 撒堤撒堤 普攻 OK 完全沒關係 趕住住 然後再來就是看一下啦 好友的 好友的威力到哪裏 喔齁 就白癡 死鬼 然後必定連擊比殺 看能不能三連啊 好 這一輪來看啦 目前這樣子的節奏來看的話 應該啦 是沒什麼機會打贏啦 不過可以看到 然後 悟空的復活 欸 滿足啦 欸 水 迴避掉啦 然後聖蘭達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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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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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來欣賞主動技,可能欣賞完這一輪,下一輪就沒有了 或者這一輪就會被幹掉了 好,所以501萬,沒有到很高,但也不算低 OK,戰鬥民族賽亞人也連得上,那麼就主動技啦 然後因為剛才復活了嘛,高確率的會行也觸發上來了 いくぜ! 啊,沒有會行,但是就有一個Action Break OK,悟空當然是打1號位啦 OK,這邊有6顆,然後這個的話就 嗯... 20顆齁 小小忘記掉了,20顆是 必殺技追...啊,20顆才有必殺技追加發動 這邊有4個,不太夠 啊... 行到這一邊,可是這樣子的話,沒擊倒會開不到必殺 嗯...多小呢 如果這樣子的話,啊...少了很多連結 不過有一個Action Break應該是OK的啦 然後這邊就先到回血吧 那麼就看 可以過到怎麼樣啦 來,防禦力上升 可以扛啦,全扛 普攻,沒有問題 而且這一張悟空到目前為止 疊的防其實沒有很多 算是還蠻不錯的啦 OK,再來 YES! 哇,9個1的連結 沒什麼機會看到他12期的必殺 因為他太容易開那一個... 超必殺了 喔齁,水啦 次 沒有開路的自己的就是這個樣子 哈哈 YES! 哇,竟然靠自己的連結給連出來 才那5點的連結 火,特 欸? 唉唷,水啦 那麼最後,只要摩達扛得住就好啦 因為有吃到6顆祖是有Extra 20%的減傷 再配上本身剋數以及高防禦力 OK 我們Dynas 而且這一輪 沒有那個什麼 啊 嗯... 比克被拉去1號位 不過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以比克的能力來說 我相信他是扛得住的 那麼這邊就... 主動機啦 那如果這邊是打不贏的話 欸,我也只能說衰小啦 因為比克被鎖1號位 如果紅神悟空可以換過去的話 那麼是穩贏的 好,欸這邊的話 就... 一切看比克的發揮啦 我相信比克您是可以的 Piccolo-san お願いします Toya 看一下齁 9萬億 超級無敵硬 啊,等一下 還真的給我來先攻必殺 我真的是不能給自己Reflex有沒有 43萬 硬棒棒耶,大家 43萬 沒開錄的Piccolo-san 43萬啊 嗯... 老實說跟這個... 悟空啦 差不多了 超級無敵硬啊 Piccolo-san 你真的是 讚讚底 這個比克 那這邊是因為被綁順位 所以被KO掉 算是比較衰小一點啦 不然其實是... 可以過得去的啦 是過得去的 只是我個人的運氣的問題 哈哈 媽呀這個Piccolo-san 我們這一次的真大獎 可能就是他啦 硬棒棒 超級無敵硬 再配上超系輔助 可以嘛 然後悟空這邊的復活啊 主動技啊 然後再加上扛傷輸出什麼的 都OK 整體來說 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在Cellumax的關卡上 嗯... 就是這麼個樣子啦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再見 再見 再見